欢迎收看本周国际Plus欧洲观察 我是张允熙 本周加入我们的是好久不见的韵文 欢迎韵文 允熙好 大家好 好 先来关注乌尔的部分 乌克兰最近是遭到俄罗斯的袭击 特别是在黑海上的蛇岛 蛇岛其实在黑海战有个很重要的地位 那大家立刻就联想到 是不是跟这个黑海股物协议是有关系的 对 因为他这地方堪称是乌克兰 一个蛮重要的战略地位之外 跟他们精神堡垒 因为你记得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刚刚开战的时候 一度传出蛇岛是被整个歼灭的状况 但是后来乌克兰就收复尸土之后 就是一直保持着他们的蛇岛到现在 所以被视为是一个 就是乌克兰抗战抗俄的一个精神指标 那现在呢 那个俄军是在一个月之内三度轰炸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地方是整个是在黑海的一个要塞 可以控制整个黑海港口的这样运行 确实 因为在这个谷物协议之后 大家都认为说黑海会变得比较不安全 像里方我们有聊到说 包括像是保险公司都考虑说 不要来保这些船只了 那讲到这个蛇岛 其实在开战500天 就是前一阵子 这个泽伦斯基他才特别登上了蛇岛 就是有种这个 精神喊话的意思 也是告诉大家说他对于这个战士很有信心 所以感觉起来俄罗斯也是满懂这个作战的这个心理战 所以特别攻击了蛇岛 那接下来还是要看说他们这个封锁黑海的策略会不会成功 是不是带给乌克兰更大的压力 所以目前看来应该是说 就是他们黑海是一个乌俄战 目前就是僵持下去的一个保卫战 对现在的状况我觉得比较新的发展 因为我们听到很多这个城镇被炸 像今天这边讲到说 赫松啊他又在被炸了 但坦白说这么多地方被炸已经 大家似乎已经觉得说 好像战争打到现在似乎就一直是这样了 轮流跟乌克兰几个大臣都在被炸 那目前最新的就是蛇岛啦 所以大家关注的还是这个黑海的情势 那在俄罗斯的部分呢 我觉得蛮罕见的哦 普京居然抛出了说 他愿意跟乌克兰来和谈 但是呢他提出的这个要求 我觉得也是蛮难的哦 他是讲到说呢 他认为啊就是双方和谈 需要互相获得一些共识 包括在领土上 那俄罗斯自然是不会放过 他目前所占领的 包括像是克里米亚啊 还有这个乌东地区啦 但是乌克兰很早以前也就说啦 他认为要回到1991年时候的边界 就是他要把克里米亚拿回来 所以双方在这个上面 基本上是没有共识的 对 乌克兰川目前战争打了一年多之后啊 其实乌克兰反攻是有一些些成效的 所以像他们是希望说 或许之间僵持不下 或许普京也是希望 可以能够见好就收 能够和谈 但是他有提到说 他是希望以这个非洲跟中国 所提出的倡议当作基础的 但是我们看到 这北京都说这个倡议啊 他说以政治来解决这个乌尔冲突 说要双方先停火 然后要尊重彼此的主权 但是这句话就很吊诡式 你有问过乌克兰的主权吗 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大家对于这个主权领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啦 对那其实这个普京他也说 除了要依照这个非洲跟中国的建议 他还提到说 他认为乌克兰现在一直在进攻 所以呢他们是很难停火的 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似是而非 当初好像是俄罗斯先进攻了 怎么他现在开始乌克兰进攻呢 对他们只是反攻要赌回师徒而已 才能正当防卫吧 对所以我觉得双方的旗舰 看起来是蛮大的啦 到底能不能和谈喔 真的是蛮难说的 那另一方面呢 其实乌俄的最新发展 除了刚刚提到的蛇岛以外呢 我们知道说乌克兰 尝试着 包括也许乌克兰本身没有承认 他们尝试要去进攻俄罗斯的本土 那最新的呢 就是俄罗斯方面又指控啦 乌克兰又有无人机 飞到莫斯科的商业区 而且有三架 三架无人机在当地进行轰炸 来看这一则报道 啊啊啊啊 一团火球从天而降 击中一栋大楼 瞬间发出巨大爆炸声 烧得一片火轰 目击民众放声尖叫 吓都吓哭了 我不许哭了 三架第二个球 聚响后只看见现场冒出了浓浓黑烟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又派出了 无人机袭击莫斯科 第一时间全数干扰击落 但是这一次受损的 可以说是莫斯科信义区的精华地段 遇袭后第一时间只看到商办内的桌椅全都被炸得东倒西歪 等天亮一看才知道 玻璃帷幕大楼一脚炸出一个大黑洞 这似乎也象征乌克兰的报复 要击穿俄罗斯的防护网 24小时之内俄罗斯从首都的金华区到靠近乌克兰的罗斯托夫 都有无人机袭击事件传出 点点新火是否能烧成反攻的燎原大火 乌克兰不承认不否认 但是说 则伦斯基这句话什么意思 专家这样解读 包含在乌克兰土地上的二战区 可能都会发生更多零星攻击 而在此时 乌克兰与沙烏地阿拉伯 广邀欧美30国 在沙国海港城市吉达 举办调停俄乌战争的协商会议 这可以算是大致取得西方共识的调停会 俄罗斯没有受邀 不只没获邀普京态度还很强硬 普京的心腹梅德韦杰夫还放话说 要是俄罗斯失去领土就不排除动用核武 同时间俄军大受肌肉 俄罗斯高调庆祝的是海军节 普京还亲自立临阅兵一事 他强调今年俄罗斯舰队就会多出一批生理军 但是乌克兰也不敢示弱 派出小船艇陆海 乌军远端遥控 小艇一路往大海中心开 这是乌军最新军武 海上的无人船 能够装载300公斤的炸药 并从800公里外发动攻击 锁定的当然就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这样的无人快艇能攻能守 也可以作为侦察之用 重点是看准俄军大炮难打小船 这些乌克兰本土制造的船艇 小又快能突袭 之前已经成功袭击过克斥大桥 乌克兰在陆海空三路作战 都广泛运用无人机 毕竟大反攻长路漫漫 还是要把人员死伤降到最低 TDBS新闻总和报道 法国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欧洲观察 最近一直讨论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大家上街抗议 第二件事就是奥运了 今天就要讲的是跟奥运有关 其实我去法国巴黎玩的时候 我没有特别太注意 这个散纳河畔有很多书豹坛 但我在美剧上面有看过 其实确实是一个蛮特色的景点 那这书豹坛总共是有900家 然后绵延三公里 然后他说有400年的历史 甚至他说这是欧洲最大的开放式的书籍市集 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的居然是因为 巴黎奥运要拆迁 对他们说可能明年的时候 奥运的开幕式是蛮特别的开幕式 就是大家会由搭这个船从河上进场 等于说整个河的河畔都是维安的保护范围 那这些书豹坛可能就有安全的隐忧 所以必须先撤离多达六成的书豹坛 对相当的多大概500多间 对 不过感觉好像不像是法国会的做法 刚提到拆迁那些词 对我也是蛮压异的 对就是为了这个奥运 然后要让这个原本的文化特色不见 所以这些书豹坛也是蛮不爽的 他们就认为说我也是一个巴黎观光的特色 为什么要叫我搬走 那他们是就是认为说他们不想这样做 但巴黎已经规划了一个特定的区域 就是说你们先搬去这边吧 就是一个附近的文学街叫做是个书商村 然后会给你拆迁费赔偿费 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些钱根本不是问题 而是他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对啊有人还说他的书豹坛很旧 那万一就是搬走再搬回来会不会有受损 那巴黎市政府也说没关系 就是接下来要修我可以帮你修 那就是看说我想应该也曾定局了 毕竟这个巴黎部分也是说他们很骄傲 他们说这大家搭着船来参加这个开幕仪式 是奥运很罕见 就是你参加开幕式不用买门票 史上第一周 对所以他们也是觉得说 这样的规划蛮骄傲的 所以恐怕就是成定局了 就要看说奥运结束之后 之前到底能不能搬回来 会不会巴黎的观光特色就少一个了 有点可惜 希望可以搬回来 对那另外来看英国的部分 英国是这个大亨又出世了 他是这个热刺的大老板 他的公司持有热刺85%的股份 不过他却被指控内线交易 内线交易的范围还蛮广的 不是只有家人 我觉得他人还蛮好的 也许我可以当他的朋友 他说他会把一些讯息在公开之前 泄露给像是他自然飞机的驾驶 他的助手 他的伴侣等等的 这些人都可以先知道消息 所以先去买股票 就可以先赚一波 就是他是等于是给别人赚 不是给自己赚 他就超级有钱不差这点钱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人蛮好的 就是通常我们听到内线交易的时候 好像就是一些亲友家人 就是一些比较熟识的人 但没想到他的这个助手 他的员工都会得到一样的消息 但重点这个内线交易还是不对的 所以呢他美国就指控说 他执行这个内线交易长达8年 他今年86岁了 如果这个指控属实真的被判刑的话 要关20年 恐怕是会死在牢里 他应该就已经没有未来了 对 那他本身是炒汇起家 所以他真的很有钱 那他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 因为他是热刺的大股东 那英超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球会的持有者被判有罪的话 这个球队就会失去英超资格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看热刺 要怎么跟他切割 所以等于是老板出事 底下的球员 可能就没有饭碗工作了 对 所以就是可能 例如说他必须要把股份卖掉 或他要证明说我跟这个公司 或这个球团是没有关系 但我想把股票卖掉是比较容易的 没有错 对 好那另外一部分呢 德国我们要来看的是 德国大家知道说 他毕竟是欧洲很大的经济体 但最新的消息是说 德国的复苏居然是不如预期 这边提到的呢 是说GDP今年预期会下降0.3% 那毕竟今年还没结束 现在才走到这个一半而已 对 那要来看的是今年第二季的GDP 其实是持平的 那持平就不算太好了 因为专家预期说 应该要成长0.1% 但他等于是没有成长状况 因为像可能疫情过后 就大家都还复苏经济的时候 德国真的是过去的经济强国 工业大国怎么会 这时候是被认为说 是在缓慢的萧条停滞跟衰退 就是因为他们过去 太过仰赖这个俄罗斯能源的关系 对 这边有提到说 事实上呢 包括金属啊 玻璃啊 汽车化肥等等行业的成本都上升了 那另一方面呢 其实德国说俄罗斯以外 另一个很重要的伙伴就是中国 对 那中国现在欧盟也希望说 可以跟他这个若有四无的切割 就是划清界限 保持伙伴关系 但不要受到中国大陆太强的影响 对 所以等于说德国的两个好朋友 现在就是都没有办法 给他太大的帮助 对 所以就是德国经济呢 蛮大的考验了现在 对 那我有看到报道 是把德国跟法国 还有西班牙来相比 特别大家知道说 法国跟西班牙大家都觉得 好像是一个比较慵懒嘛 对 不是这么强 但是很大的国家 也是很不错的国家 但好像跟德国相比 就是没有这么强的经济体 结果他们说 法国跟西班牙的成长 都比德国强 所以德国感觉就是 被人家超车很多耶 对 所以德国这个工业大国 是要好好的想办法啦 不过有好消息 事实上欧洲通膨是有缓解 那欧洲央行呢 他们最近是决定要再升息一马 这是连九升了 那希望说这个接连的升息 对于经济是有帮助的 来看这里的报道 欧洲央行如期升息一马 将基准利率推上百分之三点七五 也就是一九九年欧元问世以来的高点 连续九度升息后 下一步怎么走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留给市场无限猜测 不止跟进前一天 美国的升息步伐 拉加德也和联总会主席鲍尔 保持一致口径 身为决策者的欧洲央行处境良难 一面要对付顽固通膨 可能要到二零二五年才能重返百分之二的目标 另一面还要衡量种种显示欧元区经济放缓的数据报告 会继续升息又或者已经触顶 下一步决策混沌不明 为投资人最不乐见 刺激当天欧元区公债殖利率下滑 如今被能源价格下滑所次 欧元区通膨确实持续降温 却也让欧洲石油龙头的好日子高一段落 包括可牌公司 周四公布第二季获利下滑百分之五十六 这间全球第二大石油公司已经开始放慢股票回购速度 另一间法国能源巨拨到达尔也不妙 第二季获利蒸发将近五成 回顾一年前 俄乌战争爆发刺激国际油价飙升 尽管之后因为全球经济下行风险 缓解了库存不足的疑虑 但如今成长前景又被看好 中国大陆需求也看涨 市场跟紧定OPEC下周四的会议 会不会进一步减产 种种因素将布兰特油价 推升到每桶八十美元之上 西德州人油价格也占上四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美国民众已经有感 周四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 爬升到八个月新高 身为美国能源大厂的艾克森美孚 也有最新布局 但瞄准的不是石油而是铃矿 他们砸了一亿美元 买下阿肯瑟州南部 约十二万一亩土地的开采权 特有的地层地址 让这座城镇马格诺利亚 在一个世纪前是石油重镇 尽管后来油井干和荒废 全然充满了富含里元素的盐水 当地居民寄予厚望 因为这种金属锂是制造电池的基本原料 从手机电脑到电动车都不可缺少 根据华尔街日报 艾克森美孚打算在此地 形成大型铃矿加工厂 届时出产的铃矿将占全球产量的百分之十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